你知道原告和被告不得不在一起打游戏 场面究竟有多尴尬吗 就在前段时间 PDD沉迷DOTA2无法自拔 这天半夜 PDD又想上分 可队伍人不齐 此时弹幕提议 去DOTA直播区抓两个壮丁 朴老师立刻行动 在弹幕的提示下 选择了两个高分选手 可就在此时得知了一个尴尬的消息 我们打国服 哎秋吉你们两个是不是有仇呀 你跟那个 跟那个清清清 喂秋吉 此时两人沉默 朴老师偷笑后 赶紧解释 不是有仇 就是有点小矛盾 小摩擦 但弹幕说出了更诈力的话 什么意思 队伍里三个仇人 什么意思 每个人之间都有仇吗 真的假的 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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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这队伍 刀圈的混乱 让朴老师不知所措 只能来点人情事故 你去给别人 你去给别人刷点超过什么的 刷点礼物 快点快点 可最觉得 还是下面的游戏位置分配缓解 两个人差点被分到走一路 OK 那好 那我跟清清一走好吧 然后那个 乱乱乱乱分空走 别搞 别搞 让别人两个走一路 现在已经 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 你知道吗 现在说的是三个人 都互相有点问题的 现在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 弹幕有人科普 两人之间的仇怨 简单看一下吧 太抽象了